我是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欢迎收看我是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昨天傍晚的4点50分 台铁普勇马号竟然发生了重大的列车翻覆事故 而且造成了18人罹难 至少168人轻重伤 这是台铁史上这40年来最大的重大的交通事故 到底造势的原因是什么 是机械出了问题还是人祸 想要平安回家有那么难吗 好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参与讨论的来宾是 私人社会记者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前搜救人员黄俊杰 阿观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 赖先生 献哥 阿观好 大家好 好我们特别邀请到冯甲运输与物理系副教授 李柯聪 李教授 大家好 邀请到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 民进党宜兰县议员邱家敬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稍后会为您连线 城大轨道中心主任李雨昕 李主任为您SNG连线 同时也会为您call out 台铁铁道检修员来谈谈检修的问题 回线话题在今天当然要带您来关注的是 这一起40年来最重大的交通事故 下午4点50分 浦游马列车开到一半 仔细看车头突然朝外偏 下一秒这辆列车冲出铁轨 慢动作再看一次 浦游马出轨后疑似先撞到月台 之后滑行好几公尺 大片尘土飞扬 上方电缆瞬间被扯断 就连一旁电线杆也倒塌 从那个角度来看 浦游马出轨后 车头直接贴地火花四件 当时路边的两位民众 见到这一幕吓坏了 赶紧逃跑 车厢严重倾斜 尽叫破窗 抢救乘客脱困 只见女子表情痛苦 大家赶紧上前搀扶 但更惨的还在后头 白衣中年男躺在担架上 她就是这台浦游马驾驶 油正重 被抬出时头部紧步 血迹斑斑 油正重已经没有意识 立刻被送上救护车 而不止她 其他乘客也一一被救出 伤患陆续送出 但好几人已经没有呼吸心口 这辆浦游马六四三二次列车 从树林开往台东 当时行进苏澳西马车站 一处半径三百公尺弯道 出轨后疑似先擦撞月台 之后喷飞 全部八节车厢其中第五七八节严重反覆 第六节则是超过六十度倾斜 越靠近车头四伤越惨重 事发后因为冲击力太大 铁轨硬身插进车厢内 而这恐怖景象出现在第六节车厢 因为出轨后第六节车厢正巧九十度横跨铁轨 才会遭铁轨插入 场面触目惊心 而这起出轨事故 共造成十八死一百九十人伤 是浦游马世上最惨意外 事后的究责和厘清 势必得插个水落石出 否则恐怕难平众怒 轻重伤数字会持续在更新 不过这一起意外事故 让大家非常关心 非常担心的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 很多人在讨论 是不是有可能防护系统 也就是安全系统被关闭 到底那个安全系统是什么 列车通常都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基本上就会有一个ATP ATP就是自动防护系统 那它的启动的状况就是说 当我们侦测到按照轨道 每个路段都会有它的限速 如果你在这个路段 如果超过它的限速 它就会自动帮你减速 如果你没有遵守耗制行驶的话 它也会帮你减速 甚至会帮你停下来 它就是在你 等于是不当操作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调整的动作 所以它是避免人为的 避免人为的误失 所以那个系统 在整个轨道系统里面 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这个比较好的轨道系统 都会有ATP的系统 好 但到底ATP有没有被关掉 现在众说纷纭 刚开始说被关掉了 后来局长又说 疑似是被关掉 也不一定被关掉 后来检察官又说 运作是正常的 现在又有新的说法 确实被关掉 所以到底有没有被关掉 学伟怎么捂傻傻 因为这个有没有被关掉 其实照理来讲 它的行控中心应该要知道 因为你被关掉之后 这个列车我们在行控中心 可以看到那个大萤幕上面 火车在行驶之前 你走到哪里都有一段 灯光会闪 你如果这个关掉的话 你会所有的号字 你都没有办法看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ATP它主要 你不要说想说火车就一直撞 火车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外面也有那种号字 你知道吗 有时候黄灯 红灯 或者绿灯 甚至还写慢 还有鸣 有没有 就是干你戴这边的时候 另外鸣按喇叭 到这边的时候 你要减速干什么 所以你这个ATP关掉之后 说在行控中心就知道 对不对 而且照理 照它里面的SOP 它这个规则的话 是你驾驶员 今天要关掉ATP的话 一定要去跟行控中心 确定 跟调度中心讲说 我不要把它关起来 可以关起来 它才让你关掉 也就是说ATP到底有没有被关掉 并不是那么难厘清 假设它被关掉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它如果关掉的话 像我们刚刚看那个画面 它在过弯的时候 车速 我估计至少超过120 然后如果超过120的话 在这样的弯度的情况下 它最多普悠马 一般的列车 大概是65公里的安全车速 如果普悠马 它最多可以提升到80 如果用将近120 甚至超过120的车速过弯的话 它出轨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ATP启用作用的时候 接近这个弯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动减速 让它减到合适的范围 可是ATP如果关掉的话 它制度帮你减速 自动帮你减速 对 其实我讲ATP其实越来越普遍 像我们现在的公车 上面都有装 公车如果在都会区 你开超过40 它就帮你停下来 所以你做公车的时候 常常都会被停顿下来 这就是类似的 冻结冻结 超过你的速限 它就帮你减速 超过速限 对 不让你超过那个速限 那这个机制会应用在更广 那当然首先呢 它会用在我们的轨道运速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照理说 没有理由 司机要无缘无故把ATP关掉 如果它真的被关掉 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被关掉 台铁大概在2006年 大概12年前引进了ATP 然后大概全面的车种都安装 可是当初的ATP 很多司机员反应不好用 不好用的原因 上不习惯还是 一方面是不习惯的 因为它不喜欢被人家操控 它驾驶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觉得不好用的 它认为不该减速的时候 它减速 有时候它那个系统过于灵敏 或者是产生了一些故障的状况 比如说 我们引进的如果是欧洲的系统 那欧洲的系统 可能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湿热 所以它那个系统 如果在湿热的环境之下 因为它的ATP 它会有车上的单元 也会有轨道的单元 车上有轨道也有 轨道会有一个侦测的单元 那车上 它传输完之后呢 车上有一个车上的单元 而且会有一个monitor 去显示ATP运作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 那如果驾驶员觉得 它常常不当的减速 它觉得不好用 然后过于灵敏 它可能就会把它关掉 然后政府关掉的话 一定要做通报 那通报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double check 就是说你关掉 一定要有原因嘛 那通报完以后呢 行动中心就会去了解 你关掉的状况 而且它也会提醒 你关掉之后呢 你可能要按照行车的规章 去做行驶的动作 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有互动 好 到底ATP有没有被关掉 成为现在大家关心 这一起事故最重要 而且最关键的重点 好 刚刚其实教授有谈到 ATP在车上也有 居姐你曾经有亲身体验过 我好几年前我带过一个团 那一个公司就是做我们的电链车的 那时候电链车刚做出来 他们去旅游顺便试车 那我们什么电链车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电链车 那个嘴巴尖尖 他们叫阿福号那一粒 对 然后因为全车都是员工 所以他们上车就开始检查所有的状况 然后那一天刚好 我运气比较好 驾驶座打开 那我就说可不可以进去看 他说可以 那他们在火车开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到驾驶员都有个习惯 他都会这样 他都有这个手势动作 我就跟驾驶员说 你为什么要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干什么 他说以前是两个驾驶 以前是两个人 所以看到像刚才学伟哥说的 有看到铭看到什么什么 他就是提醒旁边人说我有看到的 那我说现在一个人 他说他习惯了 那我说你现在如果自己一个人 打瞌睡怎么办 他说他们就是有这一套 那时候我还不晓得 他叫ATP 他们说他们反正所有 反正就是防杜孤装饰 对 他旁边就有一个萤幕 然后他有一个随身碟就插进去 所有的他要进站要出站 速度多少 那停哪几个站 全部都已经设定在里面 那时候当时我为什么问他 就是说 我说万一你过站忘记怎么办 他说这个ATP系统 只要进了站你没有减速 他自动会帮他刹车 所以他现在就变得比较安全 他们说那个系统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去试 就是说他说 他就试给我看 他油门就是那个速度在加 但是他上面写 那时候我记得上面是写60 那个地方是60 他加到70 那个速度比较加到70 然后我就看他过去就开始刹 他过那个ATP那个感应系统 自动就刹了 换句也就是说如果ATP一旦被关掉 等于整个列车的行驶安全就靠司机 就靠司机 因为我遇到那个是很老的老司机了 所以他们还是习惯有那个两个人的那个习惯 就双人 对 所以他会注意 所以今天有人讨论 如果ATP真的发生故障 ATP真的被关掉了 其实是必须要双人驾驶 但这列车并没有双人驾驶 是还没有换班 还是疏忽了 不我们回来讲ATP 确实在过去那样过世 也不是第一次在宜兰大理那一次 对 宜兰大理那个2007年 因为台铁刚引进ATP 就像刚刚那个教授讲的 没什么要用 不是没什么要用 是他很不爱用的 不爱用 因为以前老师机在开车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开 自己欢迎嘛 他就享受那种快感嘛 对不对 你那个ATP我只要叫加速 你就甘一甘叫甘一甘叫 一直给我警示一直提醒我 还自动帮我减速 我后来火大我干脆就把它关掉 那个时候那个驾驶姓黄 他就是在大理站 宜兰大理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宜兰大理其实也曾经因为 不熟悉或不习惯使用ATP而出过市 而且这个驾驶当时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他虽然不习惯 他就把ATP关掉之后 那一次也是关掉了 对他关掉 因为他太潮嘛 而且他帮他减速自动减速嘛 可是他更夸张的是 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有号制吗 他看到那个黄灯号制 我们一般黄灯号制就是叫你要减速了 那红灯你就是要刹车停下来不能再开了 可是这个驾驶看到黄灯 他就快衝过去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开车 看到黄灯他竟然冲过去 冲过去就算了 他竟然冲了两个号制 等到第三个号制 他才发现说原来现在是亮红灯 所以他亮红灯 他要踩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追踪到另外一台电源车 从第二节车厢就从旁边就追踪 因为那个有插入进来的时候 他追踪上另外一台电源车 这个举光号车头从中间撞下去之后 你知道他电源车里面 几乎整个车子 那个蒙皮什么 全部都破碎 里面的人是血肉模糊 所以那个时候造成五个人死亡 当场五个人死亡 十几个人心中伤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ATP被关闭 那我刚才在讲到说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因此有立下使用ATP的SOP 对 他们说你ATP要关闭 要任何的东西一定要跟行控中心调度式 要跟他讲 讲清楚 对不对 我现在要跟他讲 可是通常一般中风灯 他就不允许你把它关掉的 除非是你有问题 那这次火车你知道吗 这次普悠玛发生事情这一次 有乘客就讲说 这个车子在宜蘭站之前 有两次急杀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你的车子开到路上的时候 自然会急杀 就是因为ATP起作用 对不对 那后来他们就调查说 而且这个驾驶员 但如果有急杀就表示 ATP应该是没有被关掉 而且你知道吗 他刚开始之后 他还跟人家讲说 他跟行控中心讲说动力不足 驾驶员一直跟行控中心讲说 动力不足动力不足 后来调查发现说 他里面有个阻风蹦的一个 那个要升电压的时候 升不起来 他故障啦 所以后来他们有停车 把这个换掉修理好之后 那修理好之后 已经延误时间你知道吗 那普悠玛列车的话 通常像泰鲁阁普悠玛这种车的话 才很要求准点的 它有高铁二军的那个说法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在开这个车子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就一直超速 他想要把那个时间赶回来 可是他车子怎么开速的话 他还是被停下来 开速的时候被停下来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 他竟然 人家讲说是不是因为这样 他又怕延误时间 又怕那个 那个车子故障 所以他把ATP干脆把它关掉 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还要继续这样 好 到底真相是什么 造势的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在为你SNG连线 乘搭轨道中心主任 李雨昕 李主任 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各位来宾好 主任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ATP 到底ATP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谈到 但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ATP被关掉了 所以呢 因为电脑被关掉了 一切都在人为所控制 所以当你超速 或者你标速 或者发生危险的时候 没有一个电脑来管控 这就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 ATP没有被关掉 但是当你超速的时候 ATP就会自动帮你动了 就是会刹车 这样的情况之下 车头急煞 反而在大弯的时候 造成了后面几节车厢的追撞 反而出事了 所以以你的经验 你来看 这个事情 到底ATP有关还是没关 什么样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第二种 第二种说法就是 ATP没有被关掉 但是ATP出来刹车 结果把火车弄翻了 突然被冲起来 这个机会大概是没有 这个机会大概是没有 因为ATP的设计它不会让火车 急煞车到这种会翻车的程度 它不是这样的 第一种状况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在台铁的规章里面 司机员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去 关闭ATP这是被容许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ATP会吵到故障吗 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在规章上规定 如果故障被关掉是被容许 就表示故障的发生率或许太高了 或者经常存在 ATP的故障率其实 这可能是台铁自己会最清楚 这个我们在 可能从外面来猜测都不太恰当 但是台铁确实是有规定说 当ATP有故障或者异常的时候 司机员是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继续开车的 好 所以主任你刚刚也谈到 你认为ATP因为ATP的存在 让在过弯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么大弯 过弯的时候紧急刹车 造成后面的车厢 后面的追撞 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有可能是人为把ATP给关掉了 那我不晓得整个 因为整个意外事故发生到现在 持续还在追真相找原因 你认为除了ATP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有人说动力系统出问题了 已经出问题了 是 通常动力系统有问题 或者是外面的可能是25kV 那个加工电缆的电压不足等等 这些对行车都会有影响 但是不应该会造成事故 以目前我们所有的资讯来判断的话 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如果说 因为我看新闻说ATP是关闭的 但是ATP是不是关闭 其实只要检查一下车上的装置 就会知道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相当明确的 那如果ATP关闭的话 火车继续行车 这是合法的 台铁规章是容许的 那再根据台铁的规章 就是说ATP关闭 火车继续行车的时候 ATP原来的功能是在防止列车超速 所以如果关闭ATP的话 防止列车超速 这个责任就会落到司机员身上去 所以司机员是不是按照规章来行车 这个可能就要再鉴定才会知道 好 所以当ATP被关闭之后 司机他人为驾驶 有没有疏忽 有没有超速 过弯有没有谨慎 很有可能都是接连我们要讨论的因素 好 谢谢主任跟我们做SMG连线 事实上刚刚主任谈到 他认为ATP关掉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议员你是第一时间到现场 你到现场所看到的情况是 4点50分发生事故 我53分接到通知 那我到现场大概是5点10分左右 那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实在是哀嚎遍野 那非常混乱 那台底也没有紧急的处理的模式 所以我5点15分打给县长的秘书 是 秘书有提到说 县长已经接到这个灾害的情况 那也紧急请消防局局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那因为你到现场的时候救护车有来吗 因为怎么有民众说等不到救护车 有有 我到现场的时候 救护车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我得到这句是5点10 第一部救护车就能到现场 5点10救护车到 那因为当时候的受伤民众太多 所以陆陆续续到的救护车 才有办法陆陆续续把伤患送上救护车 那当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全部上救护车 那现场一开始非常的混乱 所以当时候我马上跟消防局局长联系之后 我们有所谓的第一跟第二现场 第一指挥现场是在月台上 然后第二现场有一个指挥官 翁姓指挥官 那我跟他们联络的时候 马上调度所有的救护车 还有消防局的警务车 把比较轻微的伤患送到勤务车 六七个人坐一台送到医院区 那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有骨折 或者头颅有破裂了 还有耳朵有去割到 几乎是快跟身体移开了 这种情形 都躺在单架上 再坐救护车到医院区 做救护车这个工作 所以整个现场一开始是有点乱 那我大概是在五点四十分左右 觉得救护车陆陆续续都到现场了 那才开始非常有秩序 很迅速的把所有的伤患都送上救护车 送上勤务车 后勤车 送到医院区 分散在医院县五个医院这样子 那一直到将近七点 那所有的伤患 伤患才都送到医院 清理现场 那一直到七点半 检察官到现场进行相验 那一直到晚上八点五十左右 那大体完成护送之后 那县长怕担心 压在是不是有民众 那个旅客压在那个列车下面 所以才马上要求紧急调动大型机具 把所有的翻覆的列车把它 吊挂 吊挂起来 查询一下 那赖院长大概十一点多时候 抵达那个灾害现场的时候 有特别在要求消防局 要确实核对所有现场三百六十六名的乘客 他们的行踪 核对名单核对他们的行踪 确定之后 才能够把整个的灾害现场的收救 高一个段落 有我们县长听说 你有听到消防队员说 其实驾驶在第一时间反应 他好像压到东西是 应该这样讲 我到现场的时候 很混乱 很乱 有消防人员有提到这样的情形 那也有现场 你是怎么说 应该这样讲 他们是有说 有听到驾驶爬出来 就说好像有碾过过敏物体 就是驾驶自己说的吗 那我没有听到 那当然这些有可能 都是发生事物原因之一 那也有可能是驾驶要卸责的说法之一 那我觉得这种到底责任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交给科学数字来做验证 那现场你有没有听到民众谈到煞车这件事 因为有民众说 其实在出事之前有两次击杀 甚至于车子是非常异常的晃动 我听到的是说从松山站出来之后就有点状况 松山站出来就有点 沙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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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两次 所以当时候民众就觉得说 这部列车有状况 那台铁也曾经传出一个状况的讯息出来 所以代表这部列车有状况 那既然有状况 那讯息是说什么台铁传说的讯息 我没有详细 就是说整个的状况 这部列车的刹车系统 或者整个的运营状况有问题 那我认为既然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在罗东站或是宜蘭站 就应该紧急暂停 那它中途有没有停下来检修 中途目前我得到的是没有 我得到证据是没有 所以其实从松山站出来就已经有状况了 台铁也发了这个讯息 有发讯息出来了 但是你所了解并没有中途停下来检修 都没有停下来 但是这列车据说是迟到 到宜蘭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分钟了 没错 所以这状况是什么事情 我们等会再来仔细地讨论 你说在现场你有听到 司机说好像拧过东西 那当然民众也有谈到几哨 我们来还原现场 来听民众对现场的说法 在靠近 未靠近头层的地方 火车上宣布列车故障停止 等一下会熄灯 不到两分钟火车就开走了 然后我是在罗东下车的 所以回到家 不到几分钟朋友打电话给我 你有没有事 我才知道列车出事了 他有说就是有故障 就是有什么东西 有状况 然后所以我们要停下来 要临时停车就有了 有两个站在停两次 我行象中是停两次 他是在过程中停下来 过程中停下来 所以还没有到站 还没到站之前 有停过来 然后我们就想说 可能是小问题 就排阶了 两次停都是停出来 顿了一下停下来 顿了一下很大力量 所以你在停的过程中 他不是顺顺的停 然后你最后要停的时候 又顿了一下 我们从罗东上车 开车没有多久 就他速度快 他可能就倾斜的时候 倾斜的时候大概 过了大概一下子 他就整个就下去了 那我们六次上面 有一个小朋友 还有一个成年人 那个血流入住 那个就比较 当下就 就没有意思了 整个侧翻这样 就这样翻覆了 那第六车那个还钢轨还差进去 新马车站 它那个往南的时候 速度一个大咖呼 你们去看现场 那个速度一个大咖呼 你们去看现场 那个A台第一个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 新马车站设计部 然后可以到 就这一车 然后退一关 当时的第一个就是 往车厢 往A台倾斜 然后就翻滚 就投一个车厢嘛 为什么会翻滚 为什么第二车会碰到 离那个轨道超80公尺 那个有机械观念 你们是机械 好我们听到民众 对现场的说法 我们要为您连线 台铁铁道检修员 钱仙人 钱仙人你好 你好 钱仙人 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开得太快了 那为什么开得太快呢 因为到宜兰的时候 就已经delay了14分钟 据说台铁内部 对于像普悠玛号 这样的列车 如果误点 有乘处 所以驾驶有可能 因为已经delay了 又担心乘处 所以飙车 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不排除这个疑虑 你们内部对这样的 误点乘处 很严厉吗 其实驾驶长 他压力其实蛮大的 他误点范围 他都要去注意 而且他要顾及机械 机械那个故障的问题 还有整个轨道的状况 他都要及时的去了解 而且他又有时间的压力 所以这一个 驾驶长来讲 他是一个蛮 就是一个压力蛮重的工作 那因为前面已经delay了 所以因为很多人在讨论 是不是车速过快 特别是在这么大弯的情况之下 开这么快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前面已经delay了 那么后面担心 没有办法准点进站 所以有赶车的情况 那内部 因为我想您在台铁工作 就你所了解 不一定是这起事件 过去是不是也 曾经听过同事 如果有误点 他们就会赶时间 甚至会开比较快 这种情况 那他们会为了要提高速度 把ATP给关掉吗 这个 就是 就是 记得到自己的才觉 好 那我们再回到检修的问题 因为有人说 这个号次的列车 其实在之前就有出了问题 因为之前 刚刚有谈到 刚刚议员有谈到 有听民众说 从松山站出来之后 其实就有好几次的击杀 甚至有人说 这中途都有经过检修 当然只要进一步的了解 才知道 我想知道检修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希望 汉事再发生 所以前仙 你们在检修上 据说人力很吃紧 其实 海军人力一直都不足 运功齐见 这个 各方面 基本上 他 人病就一直维持在 最低限度的范围 只要难过就过了 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难过 今天能够检修 所以 安用 那就 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 其实我们 有时候 也很为难 我们想要多做 但问题是 有时间的压力 同时要 顺利地把它照顾出来 不管你是 店户的 公务的 运务的 都一样 整个运转 都是 遍到时间来的 前仙你不断提到 时间的压力 我想了解是 你所谓时间的压力是 如果今天我们 检修发现 有问题 还没有完全处理 时间到了 还是会让他上路吗 如果说 那个 还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就会让他 让你慢停 就让 减速 减速 对 减速 甚至说 不OK的话就 就先 把它算掉 所以你们还是会让他通车 但是让他减速 对 因为说 他的地方 水水流 我们要 换渣 然后把 陆基 全部都换掉 整个换型 也倒还是 不是很 很稳定的 不是很稳定 对 因为那个 刚好 那不是很稳定 你要 做很多次的 你先刀刀跟 人工刀刀 还有调整 稳定的 到第一个方向 那 不是很稳定 怎么可以让他 行驶呢 因为 还 还可以 堪用 堪用 对 就是还可以 过 但是不能 速度过快 哦 好 就是 这样听起来 我们有点担心 是 勉强使用 对 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 我也会把它整个清掉 以兰到 花莲这一段 特别是 出事的这一段 那个弯很大 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夺命弯 因为 它这个弯度 其实到300米 我想要知道的是 以你们检修员所了解 这一段是不是 确实这个弯 是很危险的弯 包括 地基 有没有问题 那个弯 基本上都是 最不要注意的 尤其 我们讲的是 曲线半径 半径越小的弯 我们速度要 升半 那普悠码 它是 简简式练车 它会 它会 顺着 那个弯度 它会 做傾斜的动作 就抵抗 那个 迷心力 等于迷心力的话 它就 可以顺利的 过这个弯 比如说 所以它那个地方 速度应该要非常慢 所以它那个地方速度应该要非常慢 所以它那个地方速度应该要非常慢 它如果 不能过这个弯 就会出去了 对不对 300米 所以是数字越小越弯 还是数字越大越弯 半径越小越弯 半径越小越弯 那所以300米是很弯吗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概念 好弯 很弯 它是300米 300米 300米 也算是一个弯度比较小的弯度 这个地方的地基有 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有说 这个地方地基是比较不稳定的 是吗 有吗 这个我没有到现场 但我不知道 是吗 那它专门的地坛面 是不是 定义是不稳 好 谢谢 台铁铁道检修员前仙人 接受我们的call out 连线 好 刚刚前仙人有谈到 这个弯跟速度 我们请教一下教授 因为这是现场模拟的情况 我们做了一个现场 在出事地点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八节 这是车头 车头 8 7 6 5 4 3 2 1 它总共有8节车厢 这个是 刚刚前仙人所说的弯道 他讲到那个300米的弯道 我们透过某些角度的画面 看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弯的 那这是一个空拍图 这个弯道 我们从整个车子出事的状况 可以看得出来 头是离得很远 而且几乎跑到树林里去了 然后第一节跟第二节 它其实没有翻 那其他其实都翻得东倒西外 所以从这个造势现场的画面来看 确实是前面很严重 对 因为看起来 我们在行止这个弯道的时候 如果没有适当的减速 它一出轨的情况下 它就会撞到月台 一撞到月台 对 撞到月台之后 它就会弹飞 弹飞的话 看起来这个整个车头都已经撞得非常远了 越后面所受到的拉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它所受到的伤害也会最小 但是整个看起来这个弯道绝对要适当的去转 前面就应该适当的减速 我们刚才有讲到一种情况 所以看起来是它这个速度真的蛮快的 真的太快了 因为刚刚讲说在宜兰可能5点44分钟 它一路上大概从宜兰开始就是在加速 因为到罗东的时候 它在赶时间嘛 对 到罗东的时候5点9分钟 所以它就一直在追赶 追赶那个斑表 所以到这边来 从罗东开始启动的时候 我相信它是一直加速 加速的情况下 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 它可能 因为它一方面关掉ATP 我们通常讲驾驶 假设它真的关掉ATP 对 关掉ATP 它本来可能按照它以前 ATP可能会帮它减速 这时候它可能在赶路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有所疏忽 在加速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帮它减速了 所以它没有自动去做一个 适当的减速的话 过这个弯道的速度就会太快 太快的情况下 撞到月台就会产生 这么大的出轨意外 好 当然这跟这线上速度 整个事件绝对不是单因因素造成的 对 刚刚有谈到ATP 谈到速度是不过快 但这么快的速度要翻车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 它们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没错 对 我们的列车 有人说叫做假倾鞋式列车 也就是说我们的列车 其实没有办法在那么快的速度下过弯 然后车子仍然能够保持平稳 对 我们通常在倾鞋式列车 开到弯道的时候 它会 因为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空气弹簧 因为普庸马上是采用一个主动侦测 它会侦测它的 看看它弯的角度 但是如果车速过快的话 整个倾鞋的功能可能就会失去了 因为它已经超过它的 当初采购的普庸马到底它有没有真正 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倾鞋式列车 我的了解 因为有人谈到什么离心率 0.3 0.8 对 泰鲁格号的当初的容许标准是比较高的 它大概可以允许的这个离心的这个加速度到达0.3 就是每平方秒0.3公尺 泰鲁格 对 但普庸马号就把它标准降低了 变成0.8 它可以允许的容忍的这个向心的这个加速率呢 它可以变成0.8 就每平方秒0.8公尺 所以0.8数字越大代表 它可以允许的摇晃和倾斜程度越大 对 就越大 对 离心率 允许的离心率的承受度就越大 所以通常到这边弯的时候 所以它是从0.3到0.8 对 所以到这边来弯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摇晃程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很多人坐普庸马会觉得 说很晃 它会很晃 但是我刚才特别强调一点 倾斜这个列车如果开在这个地方 速度过快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猜测 如果超过120 真实的速度 如果从行车记录器里面去解读的话 它的倾斜的功能到这边可能也都失去了 就算它是标准的倾斜是列车 在这样的速度之下 它也没办法承受 没办法承受 更何况有人质疑过普庸马的这个倾斜 我们所容许的这个0.8太过了 对 当初如果把这个 标准降低 我相信台铁一定有它的考量了 因为如果能够把它允许的 这个标准能够降低的话 可能采购的价格会比较低 我想了解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都不太懂 问一个最直接的 假设今天是泰鲁格号 因为它的倾斜度可以容许的离心力是0.3 而普庸马是0.8 假设是泰鲁格号 0.3 用这样的速度120或130 经过这样的弯道会翻吗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会翻 速度实在太快 我特别去强调 倾斜式列车 大概经过这个地方 一般的列车 没有倾斜式的设计的时候 大概的 这边的速线大概是65kph 没有倾斜的是65kph 那如果倾斜可以接受 大概可以最多增加到20kph 最多最多 也就是到85kph 那我们现在如果开120kph 120kph 120kph 或130kph 那完全撕掉它的安全的交通 所以即便是泰鲁格号 也会出事情 应该也会出轨 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 教授你帮我们来看 这就是当时普庸马 在测试的时候 就讲到 它这个过弯 会不会很晃 它这个倾斜度 是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 那么当时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普庸马号 在过弯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很晃 它确实真的是 蛮歪的 对 蛮晃 蛮晃的 对不对 它那个角度 看起来确实 很粗的 我们台语说 粗粗的 很粗的 很斜嘛 没错 其实我们通常在弯道的时候 我们拿公路运输来讲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 高低的落差 做成它的弯度 用高差的方式 高层差 让它能够减缓 离清率的影响 但是轨道的运输比较难 这样子全面去做设计 所以它还要靠车辆的 这个弯斜的角度 所以那个倾斜的列车 它就会侦测到这边的弯度 然后适当地去做倾斜 然后让它能够承受的离清率 到达一定的标准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 就不用减速太多 那假设 假设它把 它没有把ATP关掉的话 ATP会让它一直高速到 100% 才突然它动起来吗 绝对不会 不可能 它在前面的时候 它就开始减速了 但还没有到 就是你根本没有到 120、130 它就给它动起来 对 它的标准 这边只能开8速 它在前面就不会让它 到这边就不会让它 超过8速 所以有人说 是因为它开得很快 突然之间急上 就像我们自动车 前轮急上会翻车 会翻 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说 就是因为ATP发挥的功能 所以它开得太快 就突然敢动起来 就像我们骑人 你前轮急上就整个病鬼 轮胎锁死 这样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如果开那么快 ATP应该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我这样讲 但是有可能司机员 在开到这边的时候 后来发现它车速过快 它可能会刹车 对那一定的嘛 我们的下意识 它突然急上 对它可能就会 但可能是人为的急上 而不是ATP的急上 对绝对不是ATP启动的 应该是人为的急上 但是这个急上会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就要去看我们整个检查 所以ATP被关掉的可能性 现在听起来是大的 因为如果它没有被关掉 它根本不可能到这个地方 能够开到120 我觉得局长当初说关掉 那是确实的啦 但后来又改口 它后来改口是因为 ATP关掉一定有它的SOP 它为了让这两方的权益 它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遮掩 没有按照SOP的这件事 而说可能又没有关了 我觉得它应该不是遮掩 它只是要想要尽量保障 双方关系人的权益 因为关掉的时候 它一定要通告刑控中心 刑控中心是哪一个人 接到这个通告 它有没有按照SOP去做回应 不就在遮掩吗 这就在掩盖事实 可是它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通年记录 在没有了解之前 它就会讲法去保守 但是确实 我觉得看到这种行车的状况 ATP一定是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的话 除非故障就是关闭 好 所以ATP如果没有发挥效益 到底是被关掉还是故障呢 好 我们再次为您连线 长大轨道中心主任 李雨昕 李主任 主任你好 主任 你好 主任我们刚才讨论到ATP 主任你好 ATP有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另外驾驶开得太快 甚至于它的刹车处理不当 有可能是第二个因素 主任 我觉得ATP ATP没有发挥作用 应该是没有错 那列车的速度 其实ATP有没有在作用 其实看记录就知道了 那个检调应该都有掌握ATP的那些设备 所以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事情 那如果ATP被关掉的话 其实火车的行车记录器也是在ATP里面 所以如果ATP没有在作用的话 那火车的当时的速度不见得有记录在ATP里面 不过我们回来讲现场 俊杰像这种密闭式的火车 特别是这样子翻覆已经翻到 我们刚刚在我们的模型看到 他们说是挤压成W型 对 这样的翻覆在搜救上难度是很高的 因为Puma它为了减轻重量 所以它很多东西改成铝合金的 那铝合金在这种高速冲撞底下 它很容易就折断 那你在一个完全密闭空间里面 感觉好像好几把刀在那边挥来挥去 所以这一次的搜救过程当中 会发生有头被切掉的 有手被断掉的 基本上都是里面的那些桌椅 断掉之后所切割的 你如果正常的只是挤压撞起 是不会有那种断掉 顶多就是骨折而已 那Puma这次都严重 还有一个最大问题是